你做這個精華 趕快 你說這個 他跟他做這個是什麼 我現在在記錄 去角質 轉去角質的部分 我用你好好 好 去角質 好 這樣麻煩你了嗎 我們要揉意一點 你就可以了 你如果比較膩就先走出來 真的因為我每天都要 那他都沒有先怎麼回事 因為他用太多了 他用太多 不用那麼大力 不用那麼大力 你用太大力了 所以還有沒膩 不是剛剛太多了 所以我分過去還那麼多 太滑了 太滑不行 上面一點 連上面也弄一下 太滑了 好來來趕快 我們不懂得拿捏 剛剛一挖太大了 你看 等一下鮮就出來了 這鮮是怎樣 我們沒洗乾淨一下 不是啦 去角質嘛 一個禮拜就會有一次角質出來 對啊 去角質也是保護我們的 有人說每天再去角質 把皮膚都弄掉 因為他是幫我們角質做代謝 然後不要每天用 你每天用的話不好 其實我也體驗了 好啦 這樣可以 然後就把它 然後精華液 就把它 還是沒有很乾 我們盡量就是 把去角質的部分 剛剛我弄太多了 你用太多了 對 一瓶瓶就夠 對 不了解 那一瓶250塊 那這個咧 這300 對 乳衣的部分也是300 他有彈力耶 他在做有彈力耶 他在做有彈力耶 有完彈的力量 我是美容師耶 對啊 怪不得啊 他輕輕的喔 輕輕而已喔 專業啊 很簡單啊 對 一天一天 三角貓他是專業耶 我們哪一天也會學會到這種活力 真的齁 其實我們的臉不用過分的這樣子就可以 就是輕輕輕的 對 因為我們的臉 它有那個紋路 對 像有紋路的方式 對 一定要往上剝 對 然後我們把它弄下來的時候 可以輕輕的這樣剝 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就建議客人不要亂戳 絕對不要亂戳 對它好一點 對啊 那你要教我們怎麼戳 真的齁 像我們的臉的部分 的額頭就是這樣剝嘛 然後臉就這樣剝掉 對 然後嘴巴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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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剝就好了 其實很簡單啊 沒有什麼 好 然後這個是乳衣 乳衣的部分 因為你自己配什麼看看的 因為你自己沒有感受的話 你完全不知道那種感覺是什麼 那姐姐你要什麼 我要護手的 你要護手雙號 啊 你要試試看 去腳趾的 好 這不錯啊 你的手要 真的嗎 你看這個 你要 姐姐你要去腳趾的 可以嗎 按摩水的部分 你要 你不要擦一個 可以 但是 我告訴你 你一定要抹水 你沒有 你沒有給它水 因為我們洗臉 就是幫我們的腳趾做代謝的時候 你沒有給它補水的話 要再洗臉 不是 我們洗完臉 去腳趾完 你一定要抹化妝水 化妝水的目的 不好啦 你沒有給它一直喝水 你就把它鎖水這樣好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姐姐 它只要噴上去 然後乳液上這樣 OK 兩瓶而已 OK的啦 對啊 那這多少錢 這4.5 這樣那麼貴 因為它是純露 它是新鮮的 沒關鍋下去做萃取的 所以它單價高一點 但是它這樣子 你不要看它很小瓶喔 它都可以用到三個月 絕對可能用到三個月 就噴一點 對 就噴一點就好了 不用大量的噴 那就這樣子 好 然後 要這個 這個是 1 2 這個是另外的 所以那個去腳趾 是不可以每天去腳趾的 去腳趾 去腳趾 不可能 這個Her 這個有差 有差